我講一下 我跟游錫坤 游院長 實在是交情深厚啦 詹喬哥 你會記得我第一次 徵兆去監獻選區選幾個年級 對 那時候是監獻 你選不錯 四十幾%了 感謝大家幫忙 但我那時候真的七峰苦雨 黨內外交迫 因為那是監獻選區 講起來黨內也不看好 黨外也不看好 那時候游錫坤 他是那時候新北市的總督黨 總督黨那個時候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的時候 坦白講他幫我很大忙 所以在那個時候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游錫坤這個人是這樣 他雖然說起來他口罩不是說得好 但是這個人很溫暖 他就是那個時候也是這樣 跟我們幫忙 很多事情 你說我像那次 他剛才在選市場的時候 那次選市場多可能你知道嗎 我們去由主理人招待到最後一天 招式場合 竟然借不到 新北市反正所有周邊可以借的 大型的聚會場所全部都借不到 但是如果借海灘就就贈你了 對啊 你要這樣說了 海灘也要一個月 這樣也要一個月錢 那個時候就是說 更離譜的是我們在選前 要不然兩三天 竟然那個有劇民的文宣喔 劇民的文宣 選兩票 選一招你知道嗎 這在選舉的時候是很嚴重的事情耶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經歷過很多事情 你看其實有些人 他這個人遇到事情 他其實很沉著 而且最重要他都不會贏 他都一定 他站第一線 都會重點外面 我覺得這樣就真的不錯 你現在一直要說蘇貞昌 他要算啦 你要說他的優點 你一直說你的黑漏遊戲 但是這個我剛才所說的 在蘇貞昌 蘇院長民的身材 有怪我 好會甩 你知道嗎 果然民調第一名 果然民調第一名 不然我說真的 其實你們不知道 我們新北市議員 前女在流汗 不是 你們都不了解 我們新北市議員的屋出了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 希望新北市可以拿下來這樣子 所以你說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所以很多人一直講說 你們這次什麼田油出來 就是為了要剝板面啦 為了籌帥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這次 十六個站出來的這個議員 十六個議員 其中 不要說一半 三分 大概三分之二根本 連初選都不用初選 有些甚至他那個選區 即是通了 溫貴官的啊 那我們也不是說 為了要剝板面或怎麼樣嘛 就是說 我們覺得就是說 我們提一個好的人選 鄭大哥你也知道 民進黨內 只要是人選還沒出生之前 我們不是像國民黨說 大家都點出出 沒有啦 大家意見都會很多 但是就是說 你只要大家拍板了 站在一定的程序上 拍板之後大家就全力力點 那游時君現在心情怎麼樣 我想他 他本來說就是想要歸雲三輪 這一次很多人都一直覺得 是他在主導 真的不是 這次就是我們覺得說 剛才你合作得不錯了 對 如果紀元找不到 他當時 他是不是本來真的不選了嘛 但是後來心肝 稍微還這樣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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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他當時算的時候去說五輔千歲 說起來他內心很不舒服 所以這次有兩個 他說太老是嗎 沒有啊 聽說他太老 但是他坦白講 他的體力狀況 你可以去觀察他的網路人氣 其實水牛玻璃 臉書還是網路人氣其實都很好 他其實跟年輕人是有互動 我意思是說 他當時就說 有兩個立委要選 所以就想說 既然兩個立委要選 吳秉瑞跟羅志正 對啦 那當時就說 我們再選 我們再去既然說五五千歲 他也心裡不舒服 沒有 現在有跟他進步一步 5.5了喔 後來他不才說 既然這兩人叫不起來 他那時候真的是有覺得說 那如果有機會 他就可以 我真的拿游西坑說一下 我覺得他的身體狀況很好 然後他後來 因為五五千歲那個事情 對他有刺激 所以他刻意改變自己的狀態 穿著 他都去穿宅館的牛仔褲 牛仔褲 真的 他連西裝啊 或者外套 都故意穿得比較合身 韓版 看起來說實在 真的是比較少人 我講實在話 這樣 那但是 尤西坑這個事情 給我有一點歧視 我覺得說 你如果不選 不要太早說 他就是 他就是 跟小英跟小英說 說他不要選了 小英那天說 不好意思你以後 醫院就跟我說你不要選了 所以我就轉方向 不知道 去找蘇貞昌 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 政治就這樣啊 你還記不記得 不計不求 不計不求 怎麼說 連洋港都說過 連洋港講好幾次 他不求 他隨時 他是很想要做的 所以說這句話是反話 反話 但是事實上說 我們在記輪聽的時候 尤西坑前院長 他說不要選 是針對 如果你新北市 找賴清德院長 來選的話 他不選 超級強棒 他有中生在選 但是你如果是說 其他的 吳秉瑞委員 還是羅志正委員 他沒有說他不要選 他說尊重 不是他總統都不要選 但是你講說 誰那個人 就高志鵬委員 跟陳其能議員 這兩個算 算說最四中的 那時候再做一個拔劍再起舞 對 所以說 我會覺得 你說五五千歲 我覺得五五千歲 也是有混亂的 你也說五五千歲 現在三位媽說 生生生生 之後四歲就是都生生生 對啦 對不對 但是我會認為 我覺得農曆跟年紀沒有太大關係 對 有可能洪一哥你剛剛所講的 你就跟 總統說 總統說你就不要選 總統就認為說你不要選 不是總統議員 我講實在話 這些很高層的政治人物 不好意思 打算你們的話 我們現在做高層的政治人物 很厲害 你說 我就把他放在床裡 抓話頭 抱歉 有一天我就拿出來用 辭職成不能亂地 對 對 不行也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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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 游院長那天是有點生氣 就是在爬山的那一天 高志鵬講說 如果你怎樣的話辭職 那主席跟那個什麼都要辭職 要下台 我覺得游院長本來是一個很平和的 可是他在轉述小英那段談話的時候 不僅非常仔細 過程都講得很仔細 他還說 他還沒有 我覺得那個 我這個印象很深刻 他說總統 就是說 因為你不選 所以我們朝另外一個方向規劃 游院長還特別用說總統有這樣比另外一個 可是我說真的 因為那天中午的聚餐我在現場 我真的要幫游院長講一下話 就那天 那天不是這個 拋出這個 那個蘇院長這個人選之後嘛 那後來 我們中午在那個海調族 就那邊聚餐 坦白講當天那些我們停留的 你都在海調族灌旗 因為他在議會旁邊 他就在議會旁邊 最好勾人 議員要勾人 反正那個主要是聚餐 我們就聚餐的構成 因為那就是開議 這個議會開議前 那就是有一些比較好朋友 剛好那天又遇到這個事情 游院長確實有去 他來之前 我坦白講就是 裡面當然絕大多數都是挺有的議員 大家是 有很多 有很多情緒啊 真的 有一些議員情緒是很多 譬如說 例如說他們都覺得說 他們還是決定要跟那個游錡棺 那個看板掛在一起 有些甚至就 就會抱怨說 那如果說 不是游院長出來 他們擔心這個以後 以後會 會收到一些不平等的對待等等 服選的時候連手都不握 然後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過程之中 沒有收到 沒有收到徵詢 那另外就是說 在前一天傳出來的訊息是說 這個總統會親自來跟這些 挺有的議員會稍微溝通一下 可是後來沒有 就是林錫耀跟洪耀福嘛 但是就是說那個過程裡面 確實大家是 情緒是有 吃到甘好吃 那重點不是吃飯 說真的 那天我講一下 我之前沒有嫁到 哪鹹哪吃 不不不不 不是那樣嘛 不是那樣 對於大家說 那游院長那天在現場 他真的是不斷的跟大家講 他說大家 大家 他是在安撫大家情緒 他說 只要是當決定的 我們就要全力一致對外 這個其實真的 那天大家出來說了 像那些什麼 外架蘇院長掛作會 那個有做成決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人說不跟蘇院長掛在那邊 因為現在在選舉過程中嘛 例如說 如果 如果鄭大哥同意的話 但是說未來也不掛耶 我也想跟鄭大哥掛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啊 未來也不掛 我給你保證 你如果我掛你中 就會變少 我的意思是說 他 就是說未來 如果說政治提名 那當然會掛 但是就是說 在還沒有政治提名之前 你說要跟誰掛 這每個人的自由 我說實在啦 抱歉啦 這政治是這樣啦 人家紀念 人家就不掛提名 我們就給他一點溫暖啦 對啦 對不對 幫他講一些好話 讓他感覺上有溫度 是老師 如果這個黨籍提名 譬如說蘇貞湯 你們就要全力幫忙了啦 當然一定啦 民進黨一向都是 確定就會很團結 而且喔 我真的對我們新北市拿下來 不好意思 思維在這裡 我對新北市 我們拿下來也非常有信心 不會 我們也很有信心啊 你別說 如果索尊總沒條 你要是真的 沒有 你給洪 那個什麼 洪 洪耀夫去做就好了 洪耀夫 他本來就應該是 我覺得洪耀夫 以前說這句話 很漂亮 怎麼說 我覺得這個兩軍 在對戰的時候 這個前面的那個獎軍 就是要講這樣的話 思維才會起來 他其實說那句話 好 大家聽好真的 大家就要唱 是 唱唱唱 但是我們是覺得多說 他怎麼說的時候 只要我們南軍樂團結 就要到市場 我們南軍新北市人 就要到市場 對啊 因為我們一定要贏 再看看 到底誰是直接再說 那民進黨 副秘書黨會很感謝你們 這樣他會扶正 你說的是徐家今 對啊 蘇貞昌真的 所以你都好到底嗎 他有他的魅力 對 我說真的 這樣講就是不排到底的意思 沒有 有魅力啊 你是誰 我是誰 沒有啦 應該這樣說 人家這次的 洪耀大哥 人家這次的議員 人家畢竟在2014年 跟尤西昆一起打選戰 算是有感情 那時候他也選得不錯 所以說他們會認為說 那一隻母雞不錯 如果這次繼續打我們 好錯 不過這次也可以顯現 就是說 尤西昆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次 雖然他沒有出來 可是我覺得他的政治能量 在凝結 所以大家知道 其實很多人認為尤西昆 似乎已經就 退出政壇 可是反而因為這次搭發 有16個 有16個市議員來挺他 不簡單的 我舉一個例子來比較 花媽在高雄 他是17個局系的 提出來 花媽也就17個 所以尤西昆16個 那其實是很強的政治能量 讚大哥我算給你看 我們新北市 新北市我們的黨籍立委 有9位 有5位站出來 我們在 9分之5 對我們在新北市 我們目前黨籍 黨團有28位成員 對 站出來的就16位 28位就16位 然後呢 那你如果將這次初選 通過的新人再加進來 這次有大概 接近大概20幾位 20幾位議員的參選人 對 全部加進來 所以坦白講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尤西昆 他的那個民居力是很強的 這跟外界覺得說 好像他口才不好 其實那沒有什麼太直接關係 那我也認為就是說 我們不要太 黨莊這樣是對的 昨天不是本來有傳一份民調嗎 說那是黨莊的民調 黨莊立刻出來否認說 沒有那份民調 我認為黨莊這樣做 真的是對的 很有政治智慧 因為你今天既然是徵招 你要考量的是各方面的因素 你不要現在又用說 因為你尤西昆的民調太低 所以這個我們不徵招你 聽起來就不是很舒服 那如果說整體黨的大局來考量 我們希望那個蘇貞昌 蘇院長出來 大家都會全力支持 我說實在 就是說比較輸的人 都輸的人按摩一下 對 這真的是人性 小英跟尤西昆說 就拜託你出來浮選 對 再一次一下 就需要 然後這個尤西昆講的話 竟然是我要退休了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 對啦 還是有情緒